这座占地1800坪 拥有64个房间的蔡伙德市居的古厝 据他本人指出 他的曾祖父在遗住中 曾经指明在房屋的地下 祖先预先埋藏有大批的金银财宝 并告诫后代的子孙 行善好德者才能获得金银 如缺德作恶 只能获得一文不值的泥土 蔡伙德跟他的亲友共同决定 在拆古厝兴建大楼的时候 揭开祖先谜底 但是今天洞宫拆除地上房子的时候 只找到三项密封的泥土 地下金银还没有开始挖掘